来来来 好 这是我们的李承郎老师 然后他是业余画家 来你给我们解释你画的图 它是什么意思 这一张是传承 传承 是带传承 这个一个乡八老 娶一个小镇上的太太 生了五个女儿 老大 这个穿白袍的 他学医的 老二 文学教书的 是春风话语 是绿色代表 OK 老三老四 中胞胎 老三是学工程 老四是 学会计 老腰是学华力 OK 就黄颜色跟蓝颜色是很对比的颜色 最世代下一个世代 或者本世代下一世代 所以世代传承 哇 那这个就是基因 那是基因 代表基因 OK 所以他有一样的基因在上面跟下面 对 我把它 这个题目叫做世代传承 哦 我的意思是本分啊 这老伯啊 童子都去外面上班了 对 做产品 最有要自己做 啊 所以 这老伯 尽他的本分 尽他的本分 还出去耕田 出去耕田 做他哥就是 这老牛呢 嘿 他很认分啊 也是 本分啊 他应该 该离田的时候 就这样 我就去越南 然后 嘿 小朋友回去就带 有越南味道的 这张画了 嘿 嘿 哇 江西雾人 嘿 他一个安徽派的房子 嗯 真的警官有点私情怀疑 就画一张做基因 反映世界这种地形 是台湾人特有的啊 对啊 我画一张当作说 我也去玩过啊 嗯哼 老师画了玉山 画了好几幅的玉山 啊就是画春夏秋冬啊 这个是冬 最旁边就是冬 我画的是春天啊 OK 这个 这个是春天 这春天 然后咧 这是什么 啊一个秋天啊 秋天 右边就是秋天 然后 对啊 好 这张是九份 对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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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台南几年前不是发生大地震吗 是 大地震以后 这个老阿嬷的家都垮掉了 是 对啊 儿子的身子就死掉了 哦 他很无奈 你看报纸 你看报纸 这个照片吧 这个表情不错哦 很棒 这张真的很棒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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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看那个 专啊 专 还有老阿嬷 老阿嬷的表情 对啊 老阿嬷的衣服 对 哦 他的眼神 对 他真的很无奈 对 漂亮 你画得好漂亮 这是宜蘭火车站 这是南瓜 我 我题目叫做长幼有序 你看 这个快成熟了嘛 对 哦 这个才开花 对 这个是 这含苞带花 嘿 他长幼有序 哦 你说这张是什么 去当晚啊 嘿 他有古城啊 嘿 我要古城的一角啊 然后去晚了 在拍照的时候 就说下雨 嘿 下雨 你说要 这是画狐寿山的苹果 主要是画它的水滴 对 这个是水滴 哦 你看花下雨 下雨球 好 下雨球 嗯 三灵溪的春天 三灵溪的春天 一夜之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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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 嗯 你小时候从来没想过 你会画图吗 小时候 我都不会画图 蛤 不会的 你小时候不会画图 我高 我高 我高中的时候 嘿 我们班上 我是喜欢画图的 毕业的时候 曾经画了 五位中学校门 嘿 参加我们临盛 救国团 嘿 所以才有画比赛 得过第二个 哦 所以那时候就有潜能了 你这个题材啊 我说这是美材 嗯 在现在这个美术 嗯 来讲 嗯 它是 无穷尽的 你该怎么样画 怎么样去发挥 那你 按照你自己的兴趣 按照你的 呃 想法 嗯 按照你的技巧 自己去发挥 对 把它做完的话 你认为 诶 看起来蛮舒服的 对 对啊 那李老师 嗯 他如果下午五点多后 开始认识了 他刚好 袁老师在洗菜 准备要做晚餐 对 那我们就 欣赏他的 那个演奏 好 开始 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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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